应该一二三四个部分吧 第一个部分是什么 把档案下载下来之后 把它存档 存一个XM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的话就是 pass 它 就是把这个存的档案拿到这边 然后用 pass 去解析 得到它的 root 然后分别把里面的资料 把它串接成一个 S 的一个字串 这应该是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呢 才是把它写出去变成一个 CSV 所以分三阶段 当然我这边是没有把那个注解写得很清楚 不过如果说 你假如说将来自己要去使用这些 范本的话 那我是建议你可以在上面加一些注解 写得越清楚越好 那以后的话 我觉得有点像拼装的概念 反正拼来拼去 最后还是可以把东西拼出来的 那只是最麻烦就是要花时间 那难免你会发生一些错误 那错误的时候有时候要debug 可能也是需要一些经验 那当然这个有时候也没办法 尽可能的我们这个课程是希望说 尽量把可能你们会遇到的错误状况 先帮你们排除 让你们比较没有痛苦的学习 但是说真的也不太可能 剩下还是需要你们自己花时间 那如果说你希望月没有痛苦的话 我建议那个范本真的还蛮重要 所以今天最后一次上课 记得如果你希望这些 因为这个资料在云端上面 我不敢保证说 它会永远都在 所以如果你想要把它以后都保存下来的话 那我是建议你可以把它先 先把它 这个云端上面的资料 可以把它 可以把它稍微备份一下 备份的方法很简单 这个地方 里面上我是没有关 你可以把它从这边有没有 点一下 这边有个下载 那你可以把它下载之后 再丢到你自己的云端上面 就 以后你就在自己的云端上面 就可以找得到了 OK 因为我每次上课 会多少会有一些异动 那不敢保证说 你以后就知道 永远都没有变化 或者永远都找得到 这个我不敢保证 因为课程已经结束了 另外还有那个上面的影片 影片的话理论上应该都会在 但也不敢保证永远都会在 我上次也讲过 如果你想要永远保存的话 可以你可以找个工具把它下载下来 OK 反正至于你要怎么学习 后面的话可能就看自己的努力了 因为我们只能尽可能的 帮大家去想说 后面要怎么怎么怎么 尽量不要那么痛苦 OK 那也不太可能说你什么事都没做 你要把这个东西学好 毕竟它还是一个 算是目前很夯的一个专业技能 而且如果你在这个阶段 如果可以把这东西学好的话 我想应该在工作上 会是非常好的一个帮助吧 OK 好 所以 再来的话 不过其他真的还是很多地方需要去阅读 像你说 老师你为什么知道一些东西怎么怎么查 那其实 第一个当然你又善用Google 第二的话 你可以到那个官方的那个文件网站 它也说明 那也是要爬资料 还是要去阅读 有点像是你买一个家电脑 回来那种说明书 那它不可能把所有的说明书都背起来 可是当你那个某个装置 它需要 那个像这个遥控器 像这个也这样 这这么多 对不对 哪个方形要干嘛 不知道 那你什么 说明书打开查一下不就知道了 所以有的时候还是需要去查一下 那查的话呢 其实你可以到哪边查 其实就是 打个python应该都会有 那python就进到welcomepython 有没有 welcome第一个就是了 那这边的话就有个叫什么 documention 诶 documention是什么 就是它的文件 也就是这个python里面 所有会用到的模组里面的function 函数 都会在里面有答案 那只是说它是官方的 那早期的话这个documention 其实是 我看一下 这个python.duck 所以这边你们要点一下 最新版是3.94 哇 现在3.84 马上变3.94 再下面就4.0的吧 ok 好 那里面的话呢 它有很多各个版本 那你会发现最早它的语系 就是它的都是英文的 所以其实我们以前都是直接看英文 好 后来发现都看关键字 所以我们慢慢训练到有个能力 一堆东西马上就知道答案在哪里 ok 所以这个也是训练出来的 因为看的多了 但是后来你会发现 Python的后面语 那个说明文件 好像有增加蛮多的 你会发现 早期是只有那个 法文 日文 还有韩文 还有呢 上一次上课的时候 有中文 但是是简体的 可是现在看到有什么 繁体的 Chinese 有没有 所以这边的话 就会有 但是其实 打开看好像 怎么还是简体 所以其实也是 好啦 反正至少有些是看得懂的 那你可以看到 比如说 怎么去安装 怎么去发布 有没有 它的标准韩式库 像这个 或者你可以关键字 把它打上去 其他的话还有什么呢 相关的标准韩式库 里面的话呢 这边其实都会有 像这个 内建的形态 有没有 我们比较常用的 那有一些比较不常用的 我就没有特别讲 像这什么呢 INT flows 我有讲 有没有 像什么complet 这个其实 你 不见得用得到 我就没有特别讲 其他的话 还有像List List 我没有用 我讲像Triple 应该是Tuple Tuple的话呢 跟List很像 差别只有一个地方 就是呢 如果你以后看到 假如是List 是什么 外面一定是包什么 包中瓜糊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将来看到 如果是包小瓜糊的话 那基本上它就Tuple 那 两者有什么差别 其实最大的差别就是 List 这两者 可以做资料的修改 跟删除 那 Tuple的话呢 它其实就是只有维读的 也就是你可以读取它 但是你不能修改它 OK 所以如果 你将来可能会有需要 只要读取而已 读里面的资料 那你就用Tuple就OK了 那两者间最大差别就是效率 Tuple会比较高一些些 因为它只有读嘛 可是差多少呢 其实就差大概千万分之一秒 如果你资料量没有那么大的话 就没有差那么多啦 所以 我是觉得你不知道也没关系 你就用List 所以为什么没特别讲 因为你不知道也没关系 那如果你想要试的话 你可以用Tuple 其他的话 这边大概都有 字典 这边也有Dictionary OK 那 接下来的话 其他有些东西大概说一下 那今天的话 最后我们再来讲一个 我觉得 相对还是蛮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说 在云南白板 待会儿请各位再开启 那个第 0603吧 这个 那我们有讲过很多开放资料 那开放资料里面都是CSV的这种格式 有没有 为最大宗 那一般都是呢 我们去读别人的网站上面的东西 可是如果今天我假如希望 我也能够提供开放资料 给别人去读取的话 那这地方该怎么做 当然早期的做法是第一个 你需要架一台Server 第二个的话你把档案放上去 那就可以了 可是如果说第一个 你不想要架 因为架一个Server的话 当然你需要一台 电脑20架开着 而且要一个专线 那费用一定很高 要不然你要租用 租用也是费用 但如果你不想要租用 也不想花钱的话 其实提供给各位一个方式 就是你直接可以拿什么 拿那个Google的云端硬碟 就可以产生一个CSV的一个开放资料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今天 你们待会可以试一下这个会员资料 底下有个会员资料 你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呢 请你把它下载 档案里面有个下载 下载成Excel OK 你们看一下这边有个在哪里 在一样是云端白板 0601的下方 这边有个会员资料 那记得把它打开 下载成Excel 我这边是模拟一个情境 就是说假如你今天有一个Excel档案 这Excel档案的话 有点长得像这样子 比如说这个资料 那我希望把这个资料把它变成像 之前我们在 那个什么 台北市政府上面看到那个CSV开放资料 那其实你就可以利用那个什么 Google这个云端硬碟来 帮我完成这件事 而且非常简单 首先怎么做 第一个 你需要先准备一个档案 我先把这个先关一下 这个档案的话 我们是放在这里 这个会员资料 它是一个Excel档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那我 需要先登录我的这个云端硬碟 假如说我今天找一个 云端硬碟里面随便找个地方 放这个档 所以下一步的话 就是把刚刚那个档传上去就可以 不过传上去之前 请各位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先把你的右上角的齿轮设定 先确定一件事情 什么事呢 你有没有把 有一个 选项打勾 这个一定要打勾 这个一定要打勾 为什么一定要打勾 因为它基本上你上传上去 只要Excel档 如果没打勾 它就是保持原来Excel的格式 就是Excel 但如果说我要把Excel变成CSV分享的话 那我一定要先转换成Google的试算表 那其实打勾就是 把你的Excel丢上去 它帮你转成Google试算表 做储存 那这个我们一定要打勾 所以第一件事一定要打勾 第二个的话 那我们就找个地方放 你可以新增一个资料夹 或者是根目都可以 我是找个Temp 然后我就把刚刚的那个档案找到 在下载的地方 就这里 那我习惯是直接拖拉 放到这边来就可以了 放开 它就丢上 或者你这边有一个新增 这边有个什么 上传档案也 或者按右键也可以 右键这边有个上传档案也可以 然后你可以看到 它这个地方呢 就帮我把档案上传成功了 不过我刚刚是不是没完 你会发现 这个应该是没有转换成功的 为什么 因为这边是一个 Excel的图示 那这个表示没有转 我看我刚刚是没有打勾 我看一下 设定 你看我没打勾 所以我刚刚是错误的 这个刚刚动作故意做错的 记得答案完成 正确的 正确的再看一下 因为我发现很多同学都做错 放开传上去 那它传上去的话 时间会稍微久一点点 为什么 因为它必须传上去之后 然后再转换成Google实算表 你会发现正确版应该是这个 有什么差别 有没有 如果是十字的 有没有 表示已经转换了 如果还是XX的话 表示没转换 你不能用第一个方法 一定要先把这个打勾 OK 那第二个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 可以把它变成 发布给别人 可以用那个CSV 其实很简单 只要找到 打开这个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它就会用Google Google实算表来开 然后你只要 找到在档案 里面有个功能 叫做 发布到网路就可以了 OK 那这个所谓的发布到网页 发布到网路呢 第一个 你可以选择哪一个工作表 第二个的话 你可以选择什么 你要发布成为 哪一种形态 哪一种格式的资料 当然它预设是网页 也就是你也可以甚至变成一个网页 OK 那因为我需要的是CSV 所以我就选择CSV就可以了 然后就把它按发布 它问你说 你确定要发布吗 那你就确定 它就会提供给你一个连结 这个连结的话呢 以后呢 如果你给别人的话 那它点下去之后 就会直接下载成CSV OK 不过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的话 因为Google 它的编码方式是UTL8的 所以如果你给别人 假如说它下载 它以色列不是最新版 它开起来会是乱码的 解决的方法我刚好提到 你就把它 立存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复制 那当然它会下载 那当然它会下载 有没有 贴上的话就下载 所以如果我们以刚刚这个来看的话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 是我们的 云端0603这边 那你可以看到呢 我把它丢上去了 如果说你要再自己把它抓下来的话 那其实 就可以再用request get 把刚刚我们产生的那个网址贴过来 那incoding呢 就是UTL8 这个就抓 抓取 意思是说自己丢的自己抓 抓抓看 如果可以的话 那应该没问题 然后并且的话呢把它切割 因为抓下来的资料 它一样会有换行的问题 一样会有逗点的问题 所以呢 我一样就把它做两次切割 然后并且把它print出来 所以哦 试试看 Ctrl C 这个在06 03的第三页里面 ok这一段诚实 然后把它直接拿到我的 这边来软软看 如果软OK的话 那恭喜你 表示应该会成功的 那这个是我自己说 这个 这个语法 我看一下 这个改一下 这个我改成什么 这个get后面 我改成 刚刚我丢上来这一串 记得哦 檔案 发布到网路 然后这边的话呢 就是 这一个 改成csv 这边按复制一下 那最后的话 那其实你只要贴到 html 等于request.get 就这个 搜索号里面 中间 贴上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来试看 能不能抓自己的东西自己抓 执行看看 有没有 抓到了 就这些 没错吧 OK 那当然呢 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不见得一定要用 那个 这个会员资料 你们自己也可以找 找一些跟你比较熟悉的资料 一样丢上去 一样抓下来看看 OK 试试看 而且这个不是说只有给python抓可以 就是给VBA抓也可以 给其他的app抓 手机app也可以 看到 也就是如果你现在有一个资料 你要发布上去 给任何装置都可以抓取的话 那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方式 另外 上面的资料 如果有变更的 比如他手机 换手机的 如果你这边变更 那人家抓的时候 就会是抓到最新的 所以 如果你讲 这个其实还蛮好用的 也就是说 你可以拿这个当一个云端的发布 对 而且最重要的是不用钱 目前是不用钱 以后会在Google 常看到我在这边讲 最后开始都收钱了 这样 我目前 但我这个方法 我用了至少十年了 以前的话 会把档案放自己的server上 但后来我发现 放自己的server 因为自己要维护 而且会占用频宽 那放这里 好处是 没有这个问题 而且 我发现Google真的还蛮大方的 其实我 用了很多流量 有的时候就好几GB 流量一直用 他也从来没有跟我收过半毛钱 这一点我觉得说 这家公司还蛮妙的 他不会 哪一个用的人 可以收半毛钱 就是云端硬顶 云端硬顶 对 他只是要收钱 呃 他免费是15GB 那你超过才要收钱 但如果你一直都没有超过 那就不用收钱了 15GB 对 15GB 对一般来说也够了 对啊 所以他也就这样 当然他慢慢收钱是合理的 我是觉得 因为他已经慢慢让你养成习惯了 所以以后的话 你非得不付钱不行了 哦 不过 慢慢我在想说他哪边是免费的 换个地方放好了 呵呵 也是个方法 要换的话 6月1号以前是免费的 所以我最近的话就大量 大量 在6月1号以前 就赶快把我的照片 还有我的影片 全部大量放好 我已经放了不知道 多少TB上去了 你是放完之后他要收钱之后 他就会 他6月1号以前都不用钱 但6月1号以后才收钱 只有6月1号以后就不要放了 好吧 没有了 反正就是当然 难免还是要付一点费用啦 不过如果可以 再不付费的前提下 那就尽量用它一下 以目前来看 他几乎 稳定性很好 因为我用Google 云章硬碟 应该超过15年了 从他开始有这个东西我就用了 所以他目前 一般人只有15GB的免费空间 他之前还给我1TB 1TB的原因是因为 我的那个什么 我的Google的那个 Google的地图 因为我的Google地图 后来好像我好像跟各位分享过 那个贡献 在手机上也有这个贡献 那最高的等级是第10等 可是我现在已经是第10等的再上去了 等级已经 因为其实10万分已经是到顶了 那我现在16万分了 16万分了 因为我放了照片数量 应该是很可怕的一个数字 2万9千多张相片 2万9千多张不是随便乱拍的 不是说我现在拍了 然后乱蹲乱传的 没有我每一张都是很仔细的 把这个风景最漂亮的那个角度 先大概观察一下 然后再去找 拍了很多张之后 挑选几张 然后上船上去 OK 然后记录自己的生活 记录一些 像 像养成习惯 跟我太太一样 每次去餐厅吃东西之前 先不吃 先拍照 先模拟哪个角度 看起来最美味 拍个照 先喂相机之后 再喂人 OK 然后到饭店也是一样 先不要放东西 先拍照 拍完照之后再上船 然后写一些心得 甚至以后有时间的话 就做一些评论嘛 像有评论一千多者 OK 其实就这样 那 你说 这些到底有什么 没什么 就是记录生活嘛 那以后的话呢 他好像越做越 最近有那个追踪的功能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追踪 就是别人可以追踪你的相簿 追踪你的生活 追踪你的一些轨迹 然后你也可以去追踪别人 他现在越来越多了 所以Google地图的多样性越来越高 那他里面的话 其实也会融入AI 融入机器学习 融入一些像深度学习相关的概念 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这些应用 我是觉得你就是使用这些相关的新科技 你觉得原来是这样的 你又会觉得很具体 所以学python到底为什么 当然就是为了让你的生活更便利嘛 对不对 那你想说为什么要把所有照片放上去 因为我现在很方便 我可以追踪我十几年前 每一天生活 每一分每一秒 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他都帮我记录下来 所以我要回想我哪一天的时候 回去看一下 我就知道我几点几分在哪里 几点几分在哪里 几点几分在哪里 几点几分做什么 相当清楚 OK 所以我可能以后没事的话 我会开始写一些邮寄吧 你应该去买负货的 那你就会觉得负货钱OK 没有关系 有想过啦 可是 可能我刚开始想的比较不会是特别去投资 我觉得就是投资的生活 的乐趣 比较不会去想说投资在金钱上面吧 因为金钱有时候可能 到了某个阶段的时候觉得够用就好了 因为再多的时候会反而会妨碍你的那个 可能你会有欲望 你会有太多的欲望 反而是痛苦的开始 对 我会让你们 算了 不要再讲这些 讲这些太那个了 OK 好啦 不过 这怕掉了 好啦 没关系啦 好 好 好